國泰民安 國泰民安就好了 生日願望想求國泰民安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六十五歲慶生 被關注的還有這一件 孔二媽生日那天要把我收押 本來以為打開是調查局的人 對啊 打開都是不是檢調單位 只有三個女粉絲在那裡 不是檢調上門 柯文哲先喘一口氣 但仍有人送上賀禮 前幕僚吳靜怡指控 柯文哲二零二四大選 募款金流表 疑似通通流入募可公關公司 質疑柯文哲在選舉期間 透過小額募款跟年輕人要錢 而募可的董事長和柯文哲 私人基金會董事長 都是同個人 也就是柯文哲的好同學 前北捷公司董事長李文宗 痛癖把小草當韭菜 強調金流絕對沒問題 但送上爭議大理的 還有臺北市議員簡舒培 售出向蔣市府的索取資料 怒僻柯文哲對金華城有兩個唯一 一一的幫他簽合金華城所有的文件 想辦法來解號的就是只有金華城 是把專家諮詢會議都市計畫審議過程 及結果再返出一次 請不要再把金華城當連續劇來寫 北市府證實金華城不只是柯文哲任內 唯一由民間提送的都市計畫變更案 更是任內唯一一次由市府協助召開的諮詢會議 儘管幕僚出面滅火 但該怎麼面對兩項生日大理 恐怕不是一句 別人有問題就能當成危機處理 華文新聞科主任 翁前往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